又來到我的特斯拉的擁車日子 上次其實我分享了一個5萬公里的分享 因為我坦白說 我的使用方式真的里程非常高 所以如果你是特斯拉Y的車主 你就可以拿我當作是一個依據 到底你會碰到什麼問題 然後你接著可能需要換什麼樣的輪胎 等等的經驗分享 好今天就回歸到重點 因為上次5萬公里的時候 其實我的原廠韓太太 她壽命已經僵直 然後再不久我就真的帶她去換胎了 就如同標題所說的 我們換的則是國產的南港輪胎 那為什麼我講 為什麼要換這條台 這條台在社團上面的評價極高 雖然它是國產 它的所有素質看起來都是非常的完美 然後也有很多的網紅 還有其他人做分享 那今天我就用最真實 我換完之後的感受 我直接跟各位說 我現在已經換完超過了2000公里了 我直接跟大家講 我做一個非常完整的測試 這條台到底如何 好的 我們已經來到林口的 南港輪胎的凱辛店 還是來帶大家看一下 我很好奇 我的5萬多的韓太太 非常溫和的開發 大部分都交給電腦開的 EAP開的 5萬多的輪胎 到底狀況消耗如何 這個是後輪 然後我直接對掉過 但是我掉的真的沒有很輕 但是你看 我連內側 大部分我看到很多人 他磨都是內側 內側就直接見鋼絲 但是我看我的磨耗 反而還蠻OK的 內側並沒有磨到鋼絲 嚴格說起來 還有一點點空間 還有大概有一米左右的空間 我的胎壓大部分都是打低胎壓 因為我很不喜歡他彈跳的感覺 所以我大概冬天都在38左右 然後夏天大概維持在40左右的胎壓 然後只要可以用AP的地方 比如說高架橋或者高速公路 我一律都開AP再開 不太重踩油門 除非遇到惡性挑釁的車 不然我不太會重踩 所以如果 我個人認為如果你打標準胎壓 是有機會開到我覺得7萬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要換的是南港的AS31V胎 然後這尺寸就跟特斯拉是完全一樣 然後他在歐盟這邊都會有一個 算是他們的產品的評分規範表 然後在這邊 這個輪胎在師弟的表現是達到A級 然後左邊的部分則是他的能耗部分 他的被設定為大概是在B級左右 然後聲音的部分 他的定位則是在B級 他的聲音則是72分貝 然後這一張貼紙 這個是屬於南港的 我再補給大家原廠韓太太的給大家 我記得沒錯 韓太太這邊能耗部分是A 那確實以我自己用也是蠻省的 然後我覺得他有機會開到7萬 韓太太他中間是有隔音棉的 南港是沒有隔音棉 中間是沒有隔音棉 他們當然有非常多的厲害的技術 主要降噪的部分就是我講聲紋的部分 特別做出這個溝槽 除了讓他有效的增加排水性之外 就會讓他的聲音不容易傳進輪胎胎內 然後產生攻陣 覺得韓太最討厭的點就是 他對胎壓非常敏感 比如說我如果打到42 我就會覺得他很跳 他很像氣球打 籃球打太保很彈非常彈 但當我降到38他的彈消失的時候 他整輛車晃動感會變得非常明顯 所以等於是他完全就是要靠氣體 去支撐他整個車輛 整個胎體的強韌度 如果你沒氣體 那他就撐不住 那在過去上 機車那邊會有一個情況 像貝耐力 貝耐力輪胎的胎幣做的很強韌 他就比較不需要靠氣體來支撐 所以他對整個胎壓的容許值 就會拉的非常大 你打保一點他也比較不會彈 你放低一點他也比較不會扭 那種支撐不住的感覺 我壓給各位看 這我換下來的韓派 我這樣子三隻手指頭 他的胎臂胎邊是非常軟的 南港人胎 一樣三隻手指頭 你有感受到嗎 我已經盡我全力了 但是我基本上我是有點壓不下去的感覺 那可能你會覺得說魔號有差 因為他的邊這邊的肉還比較多 但是我跟你講你看我按側邊 我很用力按喔 你看我按這邊 我很用力按喔 我按不下去 我們再回到韓太 那如果你要對應比較重的車重 你要達到很好的支撐 又有一個很具彈性的胎壓設定值 那我個人認為這個胎幣的強韌應該是一個關鍵 再來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這邊有三個規格 一個像這個340 表示說這顆輪胎是一個很耐磨的輪胎 如果在賽車輪胎一些性能胎上面 他可能會掉到200 告訴你說這個車 這個輪胎是為了性能取向 所以他的續航力可能沒那麼好 再來這個Chashen的部分 是有點類似你轉向的時候 跺腳前輪跺腳的一個轉向反應的一個數值 南港輪胎在這邊則是doubleA 就表示說他在轉向的俐落程度 會達到兩個A的標準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韓太 他的耐磨係數也是311 然後他的Chashen則是只有一個A 所以我覺得也回歸到他胎幣的強韌 應該是他的其中影響的關鍵之一 老闆所以如果很久沒定位 輪胎會變成什麼情況 你電動車來講會稍微吃內胎 會吃內胎 所以這等於是斜面的內側 對大概是斜面的內側 因為你電動車扭力比較大 他會前掌 對 你吹油門的時候他會前掌 所以要注意一下 平常要注意一下內側有沒有摩到鋼絲 那後輪也是一樣 都要注意一下 只要空槳是沒有用的 重點還是數據 當天我從我家出發 上了五股交流道 一路到林口下去 我放了一盆水 然後裝了一個攝影機 就直接比對 在比如說像高速公路的接縫 也或者是上高速公路上面 也或者在林口的市區上面 一樣的道路 一樣的速度 用那個影片拍出來的水波的晃動 來當作是一個參考依據 比較出來了 你就可以看到兩個畫面 確實在換完全新的南港輪胎之後 他在整個晃動的壓抑 是非常有感的 高速的部分 也或者在低速的部分 一樣的震動 他得到的結果是截然不同的 回歸到網路上很多人分享的 改這顆輪胎 你可能就不需要改避震器 你就可以大幅的解決搖頭晃腦 或過度彈跳的問題 這一題是對的 如果以10分來跟韓太比的話 韓太如果是6分的話 我可以給今天的南港 大概到8.5分 甚至更高 接著很多人最詬病 最痛苦的就是噪音的部分 這也是我對這顆輪胎蠻期待的點 我直接給大家看 當時我換完的數據 我這邊看一下小超 因為在車子行駛的部分 他都會有一個音波忽高忽低 隨著你的地面 隨著你的風聲做改變 所以我們只能抓一個 大概的值 先講講在高速的部分 如果時速在70到85間 他的韓太測出來的數據 大概落在66到69分貝 那今天的南港輪胎 則是在65到67分貝去跳 所以在高速你可以感受到 他的聲音確實在一個區間 他的音頻的共振 是跟韓太不一樣 所以你會覺得 好像某些音頻是比較安靜的 另外如果我們測在85公里以上 韓太大概在67到70分貝 然後南港輪胎則是可以做到65到67分貝 左右 同樣的路段 一樣的速度 我盡量 你知道我當天還要明明前面有車 我要硬量保持那個車道 然後有時候撞到 我還要想辦法繞過去 很辛苦 那市區的部分我們則是抓 35到40公里左右 然後同樣的路段 韓太跑出55到60分貝左右 南港輪胎則是大概在53到58分貝 所以大概差了兩三分貝的差距 回歸到我自己使用 因為這段期間我也多跑了 大概1000多公里 我也跑了大旁玩 也跑了胎中 那我個人認為 在剛剛我們測了85公里 因為其實測試的時候 那時候上林口很塞 所以我很難測到再高速 但是如果以定數110以上 大概在120 我個人認為其實 這顆南港輪胎 它的吵的程度 其實跟韓太是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在換這顆輪胎 你想要得到極度的安靜 我個人認為沒辦法 那它比較像是 它跟本來的韓太 在噪音的部分 它的音頻是不一樣 在整體傳達的體感來說 我覺得在120 在100以上 我甚至會覺得 今天的南港輪胎 好像在某個聲音的部分 還高了一點點 音頻再高了一點點 但是在85以下 市區的通勤 如果你是上下班待步 市區走的多 速度都是比較偏中低速 那我覺得你就可以感受到 南港輪胎這部分 它是比較安靜的 那回歸到評分的部分 如果噪音我沒有10分來算 原廠的韓太 我大概給它 我覺得7.5分吧 其實我對它滿不滿意 7.5分 那比較讓我失望的就是 我覺得南港輪胎 沒有解決到問題 它的分數 可能我也只能給它7.5分 所以如果你換南港 是為了追求極度的寧靜 我個人認為 它沒辦法給你那樣子的東西 我特別在韓太的最後一里路 它快要壽命將近的時候 我把里程的紀錄重新記 歸零 然後把它的胎壓打到標準42PSI 開了1500公里 我們就用1500公里當作是比對 當時韓太的最後一口氣 5萬多公里的時候的1500公里 42PSI它開出來的能耗 則是每公里的能耗則是146瓦斯 我想特斯拉車主應該很清楚 你們自己再去換算 一度電可以跑幾公里好不好 再來則是公佈我換上南港輪胎 我開了1700公里 很抱歉我沒辦法 我沒有要抓的很精準 1700公里 然後我這邊提醒我的胎壓 當時在換完之後其實打42PSI 但是出來之後那幾天 那1000多公里裡面胎壓有起伏蠻大的 然後晚上掉蠻低 然後我有幾次是比較涼的時候下南部 所以我覺得它數值 坦白說會稍微差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數值就數值啦 我只是大概給大家打個預防車 它有一個限時條件的落差 好這1700公里 我南港輪胎開出來的能耗則是 每公里149瓦斯 所以其實它們的消耗 能耗的消耗其實是非常微小的 當時韓太真的是最後一口氣了 5萬多公里 照過去的經驗來說 它當時抓地力是往下滑的 因為它的溝槽等等的原因 然後輪胎可能也變得比較硬化 如果你打到高標 它的能耗應該會比較優異 那當我換上全新南港 我第一時間我就可以感受到 它方向盤變重 然後它的抓地力是很明顯的 吸力感是非常好 因為它是一顆新的輪胎 我還蠻意外它可以用這麼好的抓地力 跑出這麼好的能耗 好那我們一樣給它一個評分 如果以10分為最高分的話 其實過去韓太 我覺得它的能耗 對我來說我覺得蠻滿意的 過去我給它個8.5分 那我覺得今天的南港輪胎 我也可以給它到8.5分 甚至一個更高 因為它換來了很棒的抓地力 好這個我們等一下再分享了 但是我覺得它用 這麼不同的操控感受 去達到很接近的能耗標準 那我覺得我可以給它8.6分 我覺得蠻讓人覺得意外 而且我中間太陽還沒有打高 我下次打高試試看 如果你換這顆輪胎 你會擔心你的能耗會降低的話 我覺得大家就可以不用擔心了 南港輪胎它在能耗部分 是跟韓太是達到一樣很高的標準 接著就是必須要挑戰 這個南港輪胎它的續航 在我一樣的開法底下 它可以開到幾公里 我自己預估啦 我覺得它如果可以開到4萬多 我就會蠻滿意的 因為現在它改變 改善了我那個晃動的問題 我覺得這點是蠻加分 在其他點噪音的部分 還有能耗的部分 其實都跟本來差距不大 那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CP值高的選擇 我特別提到它的售價 當然售價我們不直接講 每一家會有一些落差 但是這4顆輪胎 自己大家去網路上查 2萬多 2萬多好不好 所以其實它是很有感的 可以讓你荷包上面 走很有感的省價 當時我買特斯拉的時候 很多人都講車重2噸多 所以很重 所以它的輪胎消耗會非常快 結果韓太開6萬多公里 我並不覺得它有比過去的任何車 來的更加消耗 所以我本來都已經存錢準備好說 我要拿來換輪胎了 結果發現並沒有 這麼讓人覺得很有壓力的感覺 那今天又換了這個南港輪胎 算是CP值非常高的輪胎 它如果又可以用這個價位 開到4萬多公里甚至更多 那我就覺得網路上很多人講說什麼 開電動車特斯拉 你的輪胎準備要掏很多錢出來 很快就要換 那我覺得這就不會是一個 大家需要擔心的 最後再重新的總結一次 這顆輪胎 對比原廠胎來說 最讓我驚豔的就是它的支撐性 它對於路面的晃動的反饋 還有對於那種胎壓過障的反饋 它是跟本來的韓太是截然不同 然後我跟你講我去跑山 過去那種搖頭晃動 我根本就上山就覺得很痛苦的感覺 雖然我有改避震器 但是你知道當我的胎壓掉到39以下 它那個軟腳的感覺 因為胎壁太軟軟腳的感覺 換上這顆輪胎完全改山了 所以我上次去拍五子山 我真的是忍不住踩 真的是很開心 然後我換完之後 我很努力的忍 因為那1800公里 我為了讓數值合理化 所以我不去跑山 當它1800到的時候 我特別跑去觀音山的後山 繞了一下 因為我那時候原廠的時候 我去跑過 歪根本沒辦法跑觀音山 因為觀音山很窄 然後它彎路又很急 你只會覺得靠這個地面 這個底盤回饋怎麼那麼模糊 然後車子輪胎也支撐不住 避震也支撐不住 一直外跑 我改了避震器之後 我再加上這顆輪胎 我跟你講我在當晚 那天晚上我在觀音山 真的是開得非常的爽 你知道面帶微笑 雖然它是一顆EV胎 但是我蠻加分的點 就是它的抓地力真的蠻不錯的 你會很想要帶它去大鵬娃 還是小力寶 還是大力寶 去好好的開一下 來體驗它過彎的極限的感覺 總而言之 這顆胎最讓我滿意的 就是它的抓地力 還有它的整個輪胎 胎幣的強韌性跟支撐性 你好像換了一個性能胎 在車上的感覺 但是它的噪音跟它的能耗部分 又是達到一樣的水準 之後它需要換輪胎的時候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究竟它的里程可以撐到多少 好不好 那我也期待 下一條我可能會想要再換一條胎 看看有沒有辦法 有一條胎極度的安靜 然後它的抓地力跟支撐性 跟這條胎一樣好 我滿好奇的 如果你們有換到什麼輪胎 你覺得極度靜音 在電動車上面 在特斯拉上面 你覺得極度的棒 極度的靜音 那你也留言給我 或許我們下一條胎 我們可以嘗試看看 有極度安靜的輪胎 當作是一個比較依據 好 以上就是針對這次我換上了 南港的AS1V AS3EV的一個體驗分享 最真實的 我跟你講最真實的 好不好 期待我後續對特斯拉的 擁車的分享 謝謝鎖定王 RBen騎士我們下次見 Bye